大家好,我是Heidi 今天是聖誕節正日 今天為什麼會拍片呢? 除了想做一個小小的聖誕GET READY WITH ME之外 就想用一些我最近新買的化妝品 無論是網購也好,或者是在沖繩買,或者是在香港買 總之就是一些新品化我現在臉上的妝品 如果你有興趣看GET READY WITH ME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廢話不多說了,我塗了一點護膚品,帶了CORNTO買的頭髮 第一部就是PRAMA 其實平時如果是用粉底液的話,可以混在一起用 但因為一會兒我用的是高狀粉底比較難混,所以就直接塗上面 它是我用過質地最稠的一個透明質酸 基本上塗完整塊臉之後,它已經吸收光了 一樣,我會先塗遮瑕膏,待會再上粉底 因為我的黑眼圈實在是太強 粉底其實...一會兒粉底遮瑕膏非常好 但我要外出,所以我會先塗遮瑕膏 那今天要用的粉底,就會是SUSHAIDO的LIA ANN SPORT COVER FUNDATION LIA ANN的粉底,是顛覆了我對粉底膏的所有看法 它一開出來,是跟一般粉底膏或者遮瑕膏,是沒有分別的 但第一次我放上面之後,我就完全對它改觀了 你會看到塗了出來之後,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剛才的黑眼圈其實很薄薄的,一層都沒有遮瑕膏 還有一些眉絲血管,老人斑都會在 它的用量真的千萬不要多 我試過再印多了幾下,整個妝就已經厚很多了 那這樣我都會用Beauty Blender去上的 好,還有這個粉底真的上完,臉要趕快上了 不然它設定好了就比較難推 但是它剛剛一放上臉的時候,是極好推的 你會看到它的遮瑕膏是很足夠和很好的 我現在上了一層而已 你看到老人板已經淡了七成 然後眉絲血管都沒有了 然後整個臉的臉色已經好了超級多了 我會加一點點在黑眼圈那裡 因為這個粉底膏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真的不乾 就算冬天,我這個沙漠肌用它 我都覺得是可以的 除了有設定過遮瑕膏的位置 我加一點碎粉之外 整個粉底膏是完全不需要用碎粉的 極清爽 春夏比較焗、濕黏的天氣 我不知道它表現是怎樣 但是這個冬天呢 我一直是每一天都用到它的 因為眉也不是什麼新產品 所以就趕快畫它 眉絲方面也是在日本買的這隻顏色 這次是用05號色的 現在染上頭髮 好像要再買深色一點點 但是眉絲就用著才還可以的 然後鼻影也不是什麼新產品 都是MAC的Omega 但是最近我喜歡用Sigma的E38去掃鼻影 感覺上好像自然一點 比起我平時用那支鼻影掃 一個分別 好 今天是聖誕節 就想用一個比較紅色一點點的眼影 就是SOEVA的Spice of Life 這盒眼影我自己畫過好幾次都覺得不錯 就算我這麼健康膚色 化下去也不會太過鮮艷 第一個就會用中間這隻顏色 去做整個眼毛的顏色 順便會掃一點點下眼皮的位置 然後會用這隻很紅的顏色 就會去畫後面和一點點前面的 你們經常問我的眼影怎麼畫呢 其實我也是畫得很隨便的 通常我都是做一個立體感的自己 然後後面我喜歡做一個三角位的 又不用太尖銳的 總之拌出來就可以了 有很多東西一會靠其他掃 可以幫手做到一個blending的效果 然後這一刻我就大約上那個位置 就差不多就算了 而在這個時候我就會畫了眼線先的 今天就試新的東西 就是一個Petty Chow的眼線 這一款的眼線比起我用的Modelina 就沒有那麼深的顏色 它的啡色是比較溫柔一點的 你會看到就算現在立刻斬眼也好 眼線是不會落在下面的 它乾的程度是非常之快的 而且顏色這麼溫柔的好處 就是不需要用太多時間去blend開它 看上去也不會太惡的 但是我也是會用少少的顏色 會用這隻啡色 還有會用少少這個牙色的紅色 混合去blend開 少少眼尾就夠了 在這個時候拿一支比較大的 鬆的乾淨的掃 就掃回眼影 最後就在中間那裡 加上一些淺的顏色 令到立體感更加強勁 我就會用這兩隻色混合 直接化在眼中間 我這個比較紅的眼妝就差不多完成了 有時候你們會問我 平時我塗的眼影很閃很閃 是什麼呢 就是Steela的這個liquid eyeshadow 它真的閃到上太空的 而且不可以用太多 你每次只可以在中間 然後掃開它 我日頭塗到這麼少 是不是有點奇怪呢 拿出去 我想聖誕節不要緊的 這個就是mottem mascara 都是我在日本新買的 它的頭是一個梳型的頭 就不是平時的刷毛頭 那你問我呢 我也是喜歡用Dolly Wink的 多一點的 掃出來呢 都是纖長和分明的 但是呢 就不算說很濃密的效果 胭脂方面呢 我最近買了Visa的這個胭脂膏 它的顏色就是RD3號色的 那就是一種比較偏磚紅色的 我在沙沙買的 所以這個香港是買得到的 $70港幣 那用法很簡單 1 2 3 印3下之後 啪啪啪啪拍鬆它就可以了 其實它也不難推開的 不算說很一塊塊 我自己就覺得 都推得均勻的 也不會推散粉底 我不知道是粉底的吸附力厲害 還是這個胭脂不會掃上粉底的 那你會看到這隻顏色呢 都蠻漂亮的 它不會太過粉嫩 但是呢 也可以做出一個好的氣色出來 highlight的話呢 其實我沒有買到什麼新的highlight 但是呢 這一款好像沒有跟大家說過 因為我是放在男朋友家裡的 那會是colourpop的這個 lunch money 顏色 它呢 是我少數擁有的高狀highlighter 那 這個質地很滑 這一眼我買了一年多了 那它依然是很順滑 很mousse的 不怕變乾 看到嗎 這個光 這個光 馬上出來了 看兩邊 這邊bub多少 整個人都年輕了 很棒啊 而且呢 這些高狀胭脂呢 它有一個很好的好處呢 就是它不會顯毛孔 完全不會顯皮膚的紋路 那所以呢 比較乾的皮膚或者毛孔 是比較粗大呢 用這一類型的cream狀highlighter呢 是最適合的 化完妝呢 整個人安全感都回來了 看鏡頭 唇膏方面呢 我新度是未開的 那就想試這個chiffle 553號色 我的gift away已經寄了出去啦 那很希望呢 收到的朋友都跟我一樣 很喜歡chiffle唇膏的質地啦 嗯 很適合啊 這顏色 很漂亮啊 很適合今天聖誕節用 好啦 那我現在就去換衣服先啦 好啦 我衣服就換好了 我現在戴上一雙耳環 這雙都是新買的 好像是昨天拆淘寶的時候才收到 那搭配我現在的衣服呢 就是一個很溫暖的毛毛波波球耳環 最重要聖誕節是什麼呢 我特地買了一個聖誕裝飾 超可愛啊 昨天才買的 昨天呢 買是最便宜的 因為昨天是平安夜呢 如果他們買不完呢 今年就要雜貨 所以呢 在昨天的時候買呢 就是買一送一的這個 好啦 那我這個造型呢 就已經完成了 那因為呢 我在男朋友家拍這類型的妝片呢 是比較陌生的 好處呢 就是這裡的彩光是很好 大家看到這裡的天然光其實是很漂亮 但是缺點呢 就是我沒有辦法 將我家裡所有的化妝工具 和化妝品都拿過來 我每次都好像托一包米過來 那麼重 但是化得是不順手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原諒我這一點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呢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